我們今天接到珠海衛生部門的通報 有兩名澳門的居民在珠海做核酸檢測的時候 我們發現他的結果是陽性的 我們在這幾個小時都做了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和這兩位澳門居民和他們家裡的兩個子女 他都做了核酸檢測都是陽性的 而我們基於這個原因 我們也即時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 包括即時啟動分區分級精準防控的機制 而今天3時30分開始 亦都發出了批示 所有在澳門出境的人士 必須持有24小時的核酸檢測的證明 我們亦都呼籲澳門居民 盡量非必要不要出境 根據行政長官的批示 行政長官應應應變協調中心的評估和建議 宣佈澳門特別行政區 在2021年8月3日下午3時30分開始 進入即時預防的狀態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